我们也欢迎台新调升它的价格 那表示我们当初的出价 是已经彰显了星光的价值 中信金势在必得要拿下星光金 但中信病恐怕还有变数 中信金去年的营收超过三千亿元 根据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规定 你的营收或销售金额超过三百亿元 就要送公平会审查 就算公开收购完成 要是公平会不点头 中信病也无法结清 依照金融业申请结合许可 营收达三百亿 就得向公平会提出申请 以时间上来看 金管会许可从9月16日起算 公开收购20天至50天 也可能在延长30天到12月5日 但公平会审查是收件后算起 不含例假日最长60个工作天 不排除拖得比金管会还要久 也有可能面临被驳回的命运 日月光旗并购细品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 公开收购的已经收购到 足够的这个股票了 但是公平会还没有同意 后来那个案子就破取了 经典日系列就是潜力替 中心病再埋变数 同一时间新光经29日开董事会 但小股东已经安耐不住 脸书开始出现各种自救会 小股东喊话中信经稳定获利 不降高负帅要价谁 新光经的散户超过五成三 但台新经声称 新心病情投意合 让小股东质疑 难道8%的股东 就能代表全数吗 希望股东能把握这个机会 留下来当我们新公司的股东 我想我们一起成长的 大家的收获 会比你单单用现金卖断 短期的收获还要高了 看来吴东亮这喊话小股东似乎不买单 新光经双龙抢出 没到最后关头 谁输谁赢这还无法揭晓 静新闻 陈香伟张俊涵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